現代汽車公司近期創下了一個重要的證據 其全球累積生產突破了一億兩車 這項成就在現代汽車成立後僅用了57年特成的 使其成為全球汽車產業中發展最快的品牌之一 為了紀念這一里程碑 現代汽車在其韓國衛生的工廠舉行慶祝儀式 為了感謝顧客堅定不移的支持和信任 現代汽車將第一億零一部車直接交付給車主 這場活動亦揭露了一個紀念一億零一的敗息 掌聲現代汽車以過去的成就為基礎 持續擴展以人為本創新技術的承諾 現代汽車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J-Hun Chung表示 全球累計生產量達到一億兩車 是一個極有意義的紀念碑 要歸功於世界各地從一開始就選擇 並支持現代汽車的顧客 用於挑戰自我並不斷追求創新技術 使他們能發出成長 並令他們能以汽車業界領導者的身份 更進一步朝零一億兩車埋進 現代汽車的衛生工廠於1968年開始運營 作為韓國汽車工業發展的發源地 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目前衛生工廠為電氣化的中心樞紐 現代汽車正在該工廠建立專用的電動車設施 去年現代汽車憑借這一勢頭 建立了現代汽車集團 新加坡全球創新中心 這是一個智慧城市移動樞紐的全新概念 在此研發的創新製造平台與先進技術 包含人工智慧、機器人 以及智能工廠 將被引入現代汽車集團 Metaplant America等未來製造工廠 將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效率 現代汽車在其成功和追求卓越的機構上 不斷創新和擴張 明明現代汽車為美國消費者提供 科技豐富的汽車、油類車和電動車 同時支持現代汽車公司的人類進步圓景 現代汽車在美國的商業運營極其重要 包括位於加州的北美總部 位於阿拉巴馬州的現代汽車製造廠 全新的現代汽車集團工廠 以及多個尖端科技研發設施 根據最新的經濟影響報告 這些業務加上現代汽車835家獨立競銷商 每年為美國經濟貢獻了201億美元 和19萬個就業機會 請至www.hundainews.com 以及北美現代汽車華人粉絲俱樂部 查詢更多相關訊息 《天后衛時》編輯報道